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据怎么计算呢 还可以相确一下 但是香港的零售业的老板 可不肯长线投资 搞好服务 就很视乎他们的算盘是怎么打的 我们刚才看到的音乐讽刺剧 剧情虽然有点夸张 不过就是一间本地服装连锁店 用来训练员工的方法之一 由此也都反映到本地零售业的服务水平好参差 很多人对优质服务一无所知 在左手边的是曾庆龄 多年来专门帮服务行业做顾问 就是想办法搞好前线售货员的服务态度 那他们怎么看香港的服务水平呢 例如最差的来说 很多身为顾客现在还看到有些人说 喂你有钱大了 喂我卖东西而已不是卖销 甚至就是他们不明白 其实那些顾客的所谓他们叫的阎尖 其实可以是在个顾客心目中 只是他的精打细算而已 他们不明白对个客人小小的招呼或者笑容 根本是基本的礼貌 就是他们会觉得服事和服务 搞得很混淆 那如果一路进去 怎么可以有客人不觉得是这么死犯 或者是你觉得 那中场那些同事要接着前一部分的同事 和客人打招呼那些说话 OK 即是留意着 就是不会说个人都说过一句 随便看 在零售服务行业中 曾庆龄认为 真的提供到优质服务的店铺不多 幸运的就偶然会遇到服务好的 即使同一间店铺里面 个个的服务态度都可能很不同 很多时我觉得这个大问题就是缺乏第一全面性 第二个很常见的从顾客角度来看就是缺乏一致性 就是一时好一时不好 一间好一间不好 上午好下午就不好 没那么忙的时候好 忙的时候就不好 那变成了身为顾客就会觉得很不事未到 就是要看看你好不好幸运 好没命 看看遇到谁 他心情好不好 所谓改善服务人员的态度 不单只是形式上做到客客气气 更重要的是改变服务人员的心态 令他们彻底改变对顾客的态度 曾庆宁说这样才可以产生一种更高境界的服务文化 大家都记得了 就是OK啦的service 就是说进来的感觉 觉得是跟其他的chain不可以分别 甚至说的时候会缺乏一缺 OK啦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希望提供的service 我们希望提供的service 是再进一步的 我们会觉得是一个satisfaction 就是说顾客会感觉到是一个 我们叫做秤身 不满意 这帮服务人员 全部都来自同一间高级时装店 他们目前在这里 透过很多模拟练习 深入了解什么是服务客人 除了温固滋身 还可算是一次反省机会 OK有什么comment 觉得greeting好不好 怎么样好发 笑容啦 很亲切啦 是不是很warm啊 不像那些行货那些 就是早上随便看 看适合比克沙斯里 那些 在曾庆宁眼中 无论是高级或普通的零售店铺 服务水准的要求都是一样 就是服务人员有一种以客为先的工作态度 而培训方法也从实际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开始 做服务业又要做到曾庆宁口中的优质服务 一举一动都要有要求 那这帮员工有什么感想呢 不可以说现在买一件货品这么简单 其实客人开心的话 我们也会开心 我觉得最重要是不是我们给什么服务 而是观察各个客人的需要是不同的 观察各客是需要哪一种服务而给他 因为有些可能需要是热情一点的 有些是距离是软一点的 而尽量令到他舒服地走出店铺 作为打工仔 他们眼中的最好服务又是怎样的呢 我想没有一个东西去限制是怎样的最好 我想是自己觉得满意 客人又开心地走出去 其实已经是很好 就是不用肯定想一样东西出来 我设定了我要做些什么服务 就是客人才会满意 其实是很死板的 还有如果客人认为好的话 他下次一定会回来 那个满足感已经很足够了 服务要做到恰到好处 不可以太热情 又或者太冷淡 关键就是分寸 服务从业员做到牢火纯清 正于触摸客怒 对公司无形是最赚钱的生财工具 客人的口碑真的 很多人不明白是很值钱的 其实有条方法大家都会清晰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顾客价值 譬如我们会说 一个客人的平均 譬如他进来买一件是多少钱的 假设是一千元的一件 那他购买的系列呢 就是说他叫ranger 就是说他如果是很满意的service 他本来不买 他可能变成买 他本来买一件 变成两件 变成三件 变成四件的 就是说其实很值钱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的long term value 就是如果他满意你的服务 他不是跟你买一次 是N次的 不是一年 是很多年 继续回来跟你买 还有一个千万不要低估 就是那个所谓后悲 就是说如果我是满意 我会告诉我朋友听 我朋友和亲戚听 我去唱卡拉OK 告诉多少人听 我去打牌 可能告诉多少人听 我去和一些人 去social的时候 会告诉多少人听 这个是很普通的东西 所以说一个顾客 可能随时你乘一乘条数 是等于千几万字 2000万字 这个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用数据 将它数据化 就是说如果你是得失了一个客 你是可以几乎说 千几万拜拜了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取悦了客 他走进来的时候 你其实都可以说 早晨1700万 虽然优质服务 对客人有关重要 但是香港服务行业的老板 未必完全认同 因为放在培训员工的时间 精神和金钱都不少 回报期很长 在香港时刻强调 赚快钱这种短途竞赛下 这种投资又有几大吸引力呢 做服务难就难就 要很长时间的投资 要很长时间的工作和忍耐 我们才能够体验到 服务作为商品的好处 到这个时间的时候 很多人未到体验的时候 已经是缩了沙 或者是未入味 真真真真诚 去看到服务和商品 这种关系 服务本身 是我们所卖的货的 其中一部分 如果我们将这一部分 的发觉越来越能够扩大 我们所在客人 所得到的反应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生意越来越好 客人所买到的满足感越来越大 我觉得做服务 是去卖一个货品 服务本身是一个货品 75.4 有这个